朕不冷 淑蓉妃 陛下的参汤熬好了 淑蓉妃 该做决定了 陛下待淑蓉妃不薄 而且眼下淑蓉妃 也在大征皇宫 万一被察觉 我的奴婢死不足惜 只怕淑蓉妃也难逃厄运 婢子 此人能将毒药 这么轻而易举地 投入玉安宫 想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物 此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盯着我们呢 若真有什么差错 索兰王世子出了事 那周年怎么办 可是陛下是无辜的 那索兰王世子呢 行了 婢子 把她扔了 淑蓉妃 能拿到索兰王世子 天神龙尾神挂坠的人 必然在王世子身边 安插了杀手和戏作 您就不担心王世子的安危吗 可陛下待我情神义气 我怎可害她 他们想要陛下的命 若此番我没有出手 他们真的伤了索兰 就会失去我这个筹码 所以 他们是不会伤害索兰的 等他们再出现 我就有机会知道 到底是谁在威胁我 那时候再做打算吧 淑蓉妃 这样行得通吗 婢子 替我更衣 别人陛下等太久 碧红 赶紧把这个东西扔出去 陛下驾到 臣妾给陛下请安 故事多礼 臣妾正准备去金城宫呢 外边雪这么大 陛下怎么来了 明日要去马城 给机场庆生 这几日怕见不到你 就想来看看你 是 你手怎么还是这么凉 你们的柴使 办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传话下去 让府库 给于原公多送些银丝探 还有 防风保暖的衣物 皮子 都要多多备办 遵旨 现在就去 是 陛下代提兰这般好 陛下冷吗 对 真不冷 陛下做个参加 外边雪下这么大 陛下喝点参加 但是 害怕 你亲手好的 那当然要尝尝 这是什么 这是臣妾新做的吃食 叫马蹄糕 是猪年小吃 臣妾以前没有做过 这也没吃过 好吃